來的啦 不爭再啦 一次過把矛盾一次過解決 不僅是曾鈺成 你覺得曾鈺成是假愛國 是奔土 還有很多的 還有誰呢 就是張炳良 張炳良以前也是小黃人 前民主黨副主席 是啊 前民主黨副主席 但是同時也是梁振英年代的 運防局局長 招航回來的人 因為呢 國安法立之後 這個人也在明報寫文 嗯 他在明報裏面說 什麼都愛國 什麼都說國安 大概都說了這件事 他現在有新的觀點 他說現在香港 他就首先 他就借著羅奇這件事 找位入線 他就說了 香港玩原論 就是羅奇說香港玩原論 這些是外國勢力 美國佬 國際大banker 就是摩根斯丹尼的前主席 是吧 他這樣說 但同時間我們又看到 不僅僅外國人 不僅僅美國佬 這些美西勢力 還有呢 就算國內人都說 香港是為止 國際金融中心為止 是吧 怎麼會這麼巧的呢 他就說要大家反思 要深思 不要輕易 掃諸反共 反華勢力 亡我之心 不死 這種想法 就是他現在 跟著進一步 就去質疑 這個就是從而 如果我想鄧炳強 你首先 你借著羅奇這個名字去入 跟著之後又說 大陸人都有 這些說 就是唱衰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為止 然後呢 再去進一步 去發展成一種理論 在這裡叫做 柴特區政府台 因為現在特區政府 搞城市經濟 找美斯來 搞到撞板 他說 經歷過2019年悲劇之後 已經大不如前 不可以因為 昔日的盛世就想當然 以為大灑金錢 就可以搞城市 輕易回到世界舞台中央 因為 世界已經變了 國家也在變 中美國歷之下 香港是不可以重返以往 中西左右逢源的日子 我們要思考一下 在新的地緣政治環境底下 如何重塑中西中外之間的橋樑角色 這句說話 這句說話 就是他的中心思想 這樣說 有些矛盾 你說 以前香港是盛世 我們知道 就叫你不要想當然 我們經歷過2019年大變 其實這個就是 首先就是質疑 經常說 他這個就是很質疑 這個就是 這個 柔治及興論 這個就是中央的主旋律 這個就是黨中央的主旋律 但是他現在說 世界變 國家變 中美國歷之下 香港不像以前這樣 左右逢源 然後你看看他怎麼說 他就說 首先 你說 質疑香港那個地位的人 有兩種不同的人 大陸也有 世界也有 你不要 你先上頭 誰罵你 你就反過來 好像葉劉那麼旺狗 因為葉劉就是 葉劉就在那裡 趙邏旗 就說人家很久沒有來過香港 葉劉一向都是挖中取寵的 你看到香港人 欺美斯已經知道什麼事了 是嗎 那他就說 喂 香港是不是玩完了 大家有沒有共渡 大概有什麼意思 他就說 期望香港利用特色 和國際化 對國家做出更加大的貢獻 最關鍵就是 在於香港在新變局之下 能不能夠鞏固 而且善用優勢 當香港仍然能夠匯聚本地 內地 海外人才活力充沛的時候 大中小企都可以進展所長的時候 當社會上人心振奮 暢所欲言 創意自由 敢作敢為 自信地面對 不能迴避的環境挑戰的時候 香港就不會玩完 唉 這麼說 問題就是 現在 這句話 香港會不會玩完 就是你看看你有沒有創意自由 暢所欲言 敢作敢為 他一句都沒有說國安法 但問題就是 沒有說國安法 又沒有說23條 問題就是 現在你23條 國安法就是在傷害這些事情 但其實 不言而喻 說到尾 說到尾 就是一群賓食派 他們自己本身 這群就是賓食藍 還有 他就說 現在香港兩大挑戰 第一 就是去兩制化 風險日真 如果 處處跟內地 靠國家 你無法發揮獨特所長 和貢獻 所謂制度優勢 就會成為空話 另一個挑戰就是 政府和社會 是否能夠把握 國安法下面的 治理藝術 這就是正面說國安法 避免出現 找得過死 或者自我設限 這就和真育成一樣 找得過死 自我設限 壓抑 抑制本來多姿多彩的 生活和工作氛圍 繼而就下去 如果你可以 仍然能夠匯聚本地 內地海外人才 活力充沛 大中小企能展所長 社會上人心振奮 暢所欲然 其實什麼叫型能 弱果型能 現在是不行 現在是不能夠有自由 不能夠暢所欲然 不能夠盡展所長 不能夠敢作敢為 你沒有自由 所有事情都會變得很躺平 以前香港我們認知的 就是沒有民主 但是有自由 現在你立了國安法 然後搞二十三條 連僅有的自由都沒有 我又覺得一定會瘋狂 你經常說 即是那些 走了佬的人 如何危害國家安全 但是你又對 走了佬的人沒辦法 那你怎樣 你去英國來捉我們 捉不到 最後就是瘋狂 連僅有的創意空間都沒有 即是令到 你打擊面 你就會打擊其他的人 都不是說 現在還未去到封網 只不過 例如某些 美國政府網站 例如美國國家統計局 某些網站 已經說明不會被 香港IP 打進去 即是已經對你處處切閒 即是 當你香港 就不是一個 有 一個自主權 有高度自治 一個政治實體 Google的海底電纜 都不搏來香港 即是他覺得你香港 就是共產黨根尾狗 就是群腳仔 所以我怎會當你是成年人 跟你去交往 不會的 是吧 你當我跟你交往 你就當我是歐佬 是吧 那沒有的 你香港政府都不知道 報復還是什麼 我們之前都有報過 你突然間 香港的IP 是進不去 那些什麼 轉型正義委員會 即是台灣的一些 港民主的NGO 那裏 是一樣的 剛才 就是 你見到 張炳良說的 跟曾玉成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即是 講的是 香港 都自己 開始圍封自己 不過其實 你見到 剛才張炳良 說的事情 比曾玉成更過分 因為他 他是連環批評幾夜 他是一個共同 是吧 他 他 之後 他又來來幾招 是吧 跟著他 他繼而質疑你 那些城市經濟 你覺得 扔幾些 扔幾些錢 搞一下城市 就可以重返世界中央 是 是全面否定 是 是剝你光珠 張炳良說的 是 所以 是吧 就是你最好 就是夏寶龍下來的時候 你立刻抓了 張炳良 是吧 立刻抓他 叫他煽動依徒罪 立刻把他收監 就是在夏寶龍面前立功 夏寶龍 那就做到了 就是這個叫殺雞儆猴的作用 他一樣 他又說你就是壓抑自由 打擊面過大 23條本身 我們都說 喂 除去動記者 最重要的就是 動自己的公務員 是啊 這個又是 李家超說 昨天說 昨天還是前日 昨天說 他說 我們 23條 是防賊的 你不進來偷東西 你路過 你在門口路過 你沒有 對我不軌 沒有對我心懷不軌 進來偷東西的話 不會針對你的 外國人 但是日防夜防 家嫂難防 其實確實不是針對外國 你針對不到 你也沒有什麼 跟美國佬鬥 是吧 你靠美國 還是別人美國靠你 香港是 但問題就是 他針對不到美國佬 只是針對自己有 喂 你香港那些 做記者那些是最害怕的 因為你國家機密的定義不清 那同時間就是很多的記者 他們本身都是跟前線公務員 是有聯繫的 那些前線公務員 如果不拒絕的話 放了給你的記者 記者報好還是不報好呢 是 沒有得報的了 最後就是 沒有得報的了 所以其實你以後 會有很多豆腐渣工程 出了事之後 突然間 噢完之後 就算了 但是不要開玩笑 我們不報的 但是如果你留意潘卓雄的話 其實香港多了很多工業意外 包括觀塘那件事 嗯 九龍灣 整個 整個 棚架倒下來了 嗯 其實你會有很多這些事情 你愛國者 話了事 拿了裝 不需要照過往的程序 去照標 沒有人跟 你現在特區政府 你做的監管 每次就是 用批文監管和大陸一樣 嗯 就是看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拿到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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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文件 你有沒有印章 你有沒有印章 有印章就搞定 所以你看到黃青夏 就可以承虛而入 你不認真查的 他那些商量怎麼來 你真的不用認真查的 你現在香港是這樣的 我剛才說 張炳良說 你的城市經濟 扔錢去拘捕好市 搞很多城市問題 然後你就期望很多人來香港 很多人來香港 這些叫遊客 你或者可以叫做幫你酒店業 但其實那些很多時候 你做一次 就是一炮過 因為Taylor Swift 就不是你自己本土的明星 反而我覺得就是 你好像做到 我們昨天說 那是大陸電影 熱辣滾燙 熱辣滾燙 那樣 它是鼓起了 很多內地的消費 尤其是體育方面的消費 健身健財的消費 所以你看到納乾見影 就是它的股價都會飆升 其實我們講了十萬次 你與其去搞勝市經濟 你不如搞好自己的足球 搞自己的體育事業 你搞好港超 你搞好港超 這個人事源貪污 魚軟單野 到現在大家都還很記得 你去納賓燙 你說 你現在 你說過很多 你明知道那些事不合 都忠我 就一起去做 那些叫窮西客 怎樣叫窮西客 小紅書打卡 是不會為你帶來任何的經濟 不會帶來任何的 少少經濟效益 你看一下 怎樣為少 我們昨天說 上個星期說 湖南 兩個湖南妹 因為在香港落難 不見了證件 逼著他們花了二千元 叫救命 二千元已經拿他們的命 但事實上正常來說 你花多少錢呢 盡可能就是不用 你不要說 大陸呢 我們昨天說 我們引述高天佑的說法 就是一千三百元 他還要花自己的地方 即是在內地消費 在新春旅遊的時候 他們在內地消費 人均一千三百元 來到香港怎樣呢 你真是撿到寶 你媽的 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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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整班 你整班 柴頭 楊潤雄那些 是三個水 你媽的 一個人花三個水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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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去罵他們 十八區搞打卡 就是貪他們每個人 一個人花三個水 在香港 你這個臭街 真是 喂 課金給我們 那些網友都不止了 不止的 你為了三個水 自金墮落 喂 他不是一天花三個水 我正在說 一個chip三個水 你媽的 是 是啊 玩幾天的了 就是我們之前說 70元玩三天 三個水 那你計算一條數 他們就打算花一個星期了 你不會說 因為你搞多些打卡點 你搞多些 又要討好他們 又要搞什麼 什麼 將軍我搞什麼 打卡點 叫什麼 大陸那些 那些卡通人物 那些meme 哦 乖巧寶寶 乖巧寶寶 你老母 真是 乖巧寶寶 去討好他們 Ben Chow都在說 小紅書現在教人旅行 去社區浴室洗澡 就是玩殘你玩爛你 是吧 玩完之後 就要唱衰你 是吧 這個叫趙元唱 拿完便宜 還要唱衰你 他覺得這個 用來拿好便宜的地方 三個水 是新春消費都三個水 那平日多少 喂 應該你農曆 新年消費 你要爽手一點 70 你真是三個水 就是車費 飲食都帶來的 嗯 我們 就是 都在 轉載過年燈的一張照片 就是 你看到的 那幫大陸佬 在山頂上面 自己 沖杯麵吃 是 他就帶了那些康師傅下來 原來你就是貪他的三個水 我不是說 你什麼 特首政策組啊 楊潤雄那些 一千萬一年開過特首政策組的辦公室 然後還有幾任那些 神主派供奉的特首 前任特首的辦公室 出來的就是垃圾政策 可以討好那些小紅書 小紅書治港 小紅書治港 有幾威 小紅書什麼人 就是每次來香港 是洗三個水的人 然後香港那些 洗得起錢的那些 又送了給人 去日本 對 剛剛那些網友都說 我去日本一個星期都成皮 三個水 哇 真是屌你老母 然後對自己人 就極之苛刻 這件是今天的 今天上庭的 冤榮光咖啡館 今天被人罰款 奸養本身已經撿了 撿了 為什麼會撿呢 真的不是經營不善 我想這個跟經營不善沒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 因為他廁所清潔得不乾淨 他收了兩張全票 整件事發生於去年 九月七號和十月十號 他就說你公司的負責人 你食肆 你經營食物業的負責人 你沒有保持好食物業廁所的清潔和衛生 我以為你說廚房有蟑螂 那些老鼠那些 你竟然找你整間廁所 整間餐廳最髒的地方來講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以後 你現在就是鼓勵那些食肆 最好連廁所都不能給別人 如果我餐廳沒有廁所 我沒有廁所更好 我沒有廁所更好 軟榮光咖啡館在他IG那裡說 他開店這三年內 就不斷收到神秘人的投訴 政府部門的上門問候和調查 亦都非常之快手 他亦都認真統計過 即是包括食環處、消防處、餘農處、稅局、警局、勞工處、屋餘處、環保處、公司、自賊處、紅燕辦、地政、文匯、大公、各區的法院 都招呼過他們 我數一數一數 原來都成14個 不是 起碼有14個政府部門動他們 就是這樣 你現在政府沒有錢 沒有錢的話 就要靠這個所謂的 這個《華爾街日報》說過 那個叫做 敲詐勒索式 什麼罰款 簡單點說 罰款經濟 實罰款經濟 即是靠全票罰款 這樣去逃離 《華爾街日報》那個叫逐理管治 叫逐理執法 叫逐理式執法 沒有的 他執法 這是法律這樣寫的 是嗎 傳票 都是根據法律而說的 是嗎 根據什麼法律 你現在就是這樣 衛生設備不清潔 和維修不妥善 但是你專注別人知道什麼來講 我試過拿這兩個 term Google去搜尋其他罰則 其實大部分真的很嚴重 很嚴重 你講案例 你講案例 你按例 很嚴重的才罰900元 即是被人拍到 你菠蘿包裡面 你拍到 有隻蟑螂 拍到 上座東方 對 上座東方 三番四次被人投訴 然後在你餐廳裡面有臭味 然後原來有個蟑螂鬥 在那裡 整個鬥老鼠 然後呢 在你餐湯裡面有油水的 老鼠在那裡 沒有這樣的嚴重程度 先罰狗狗水 現在你因為你知道什麼 廁所有污漬 然後罰到你倒閉為止 這個逐利息執法 最後他們會這樣做 就不會一視同仁 他首先沒有錢 政府沒有錢 但你沒有錢 這些不受歡迎的執法 那不可以每個人做的 你不可以選美心做的 那就選那些好合的人做 那些階級敵人 不會有人幫他們說話 那些階級敵人做 那些TU都問一下 什麼時候查銀龍 銀龍你拍張照 你都覺得他骯髒 就是啦 你隔著螢幕 你都覺得他骯髒 骯髒 是不是 你怎麼會查他 你沒有啊 你最後 你去到你沒有錢的時候 但是 上頭下的命令 我們要抄牌 你幫我找一些小黃人 誰有車的小黃人 專抄牌 他們很欺負 階級敵人 有list的 去到這個環境 你遲一下嘛 蕭澤儀說 有2000個鏡頭 專追蹤那些小黃人 那些車牌號碼 是吧 定點式去罰他們 是啊 不出奇啊 我們都講過 夜繽紛 最繽紛的是香港政府 那些罰款 那我們就 遲一下 陳茂波又說出財政預算案 那我們就看他公佈 這個罰款收入如何 又破頂了 嗯 還有 還有 說一件 我們說 現在立法會員 就是立了十 你不除了陳詠欣那些之外 陳詠欣是黑人憎 多數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容財 無慎表現 但是又要辦做事那些人 這些才是大多數 今天有個叫林素衛 是吧 嘩 其實我們今天都幾特別一下 我們以往講的那些濕溝立法會員 我們只是講十分鐘 現在我們真的是 是啊 我們講 就是這樣講一下 我 我多謝你們 我多謝我們現在在線的1729位網友 你知道了 今天 頭等大新聞 最重要的就是 說李龍姬去探監 是吧 是啊 淚灑這個 還押的門